这个首都之战是输赢关键的指标 其中现在郝龙斌苏贞昌都已经找好了竞选的办公室 6月份就要开始运作了 郝龙斌延续这个市府的诱人风格 他的竞选办公室发言系统是由媒体人来负责 而苏贞昌要争取年轻选票 他的班底几乎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 在网络跟脸书的方面则是由他自己的三女儿全权统筹 希望今年我这个大志愿 就是年底能在这个地方在议事堂上 让在座所有的议员们都执行得到 一句话想粉碎外界说他台北市长选奖的耳语 苏贞昌到台北市议会拜访 先感受一下北巡的气氛 选选班底也就有战斗位置 苏贞昌的竞选办公室就位在建国北路旁的这栋大楼里面 里面大约有100坪 而苏贞昌的竞选团队人马也已经全部进驻 选战前期靠网络传播 苏贞昌侧重的网络部由三女儿苏巧纯一手主导 我也很以女儿们重视爸爸的事情感到特别的温暖 那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 我觉得也很好 脸书网民都要看到苏贞昌的讯息 瞄准都会选民特性 办公室幕僚几乎全是40岁以下 还有三度入围葛来美华人唱片设计师肖清阳为他打造文宣视觉 出正唱的话就想到说他应该不只是电火球了 他可能还有太阳能的功能比较符合环保的概念 好龙斌的竞选团队现在已经全部就定位 而他的竞选办公室就选在复兴南路上 大约6月中旬就会对外宣布 那目前我们也在广征过去曾经协助我选举的义工来参加 那目前整个的团队在6月15之前一定会成行 就爱媒体人 好龙斌市府团队已经有副市长李永平 发言人赵新平和花博发言人马千惠 办公室又有媒体出身的范姜太基当发言人 汇保行政中立 好龙斌竣选团队将和市府成员切割 好苏选战班底轮过底地 接下来就是选战短兵对决 中间新闻李文斌 胡安珍台北报道